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有没有听过《Bulling Club》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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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lab Street》它本身是一条钉子路 热闹的是钉子上面的那一横 而一树钩是比较寂寞的 我们恰恰是在那个树钩上 乌鲁俱乐部的这一条街却非常宁静 很少有人能够知道 这里还隐藏着百年凤华缤纷历史 乌鲁俱乐部成立1909年 当时的名字是古鲁乐 到1907年的时候 古鲁乐更名为乌鲁俱乐部 它就是清朝政府的官员 和新加坡本地的富商 燕乐隐贤的地方 所谓燕乐隐贤 就是他们一边进行消遣活动 一边进行商务或者是政治活动 他们有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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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李公鲁俊 他曾经兼顾这个 他曾经兼顾 李公鲁俊 他曾经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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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鲁人在新加坡 跟随新加坡非常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 进行了筹款救国活动 那无鲁人筹集了大批的款项 用于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也因为这个 当时的国民党主席林森先生 为无鲁写了一副非常有名的对脸 那目前仍然挂在我们的无鲁三楼 因为无鲁人做了大量的筹款抗日的工作 所以日本人对无鲁人是非常非常痛恨的 那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时候 就把无鲁当作他们在新加坡的总部 那么日本人占领新加坡之后呢 就开始了他们的肃清运动 包括大清洗和大屠杀 而当时无鲁人和日本人 达成了一个协议 日本人要求华侨协会向他们提供五千万凤纳金 那这五千万凤纳金的前提条件是 他们会结束肃清运动 所以当时的无鲁人竭尽全力 包括卖掉房产 卖掉传家宝等各种方式 去筹集这五千万 日本人也履行他们的承诺 结束了肃清运动 所以在整个历史事件中 可以说 无鲁或者无鲁人 是当时在整个战争的灾难中 挡在新加坡华社 或者是整个新加坡人面前的一道墙 卖掉房产 所以在整个战争的中心里 所以它变成了一个战争的 所以它变成了一个战争 所以很危险 我感觉到 有人需要做什么 因为卡并不是那么好 整个地方是正好 管理前面比较多在麻洋 我不是麻洋 我来这里一瓶子 他说是好 孩子们 留下楼 因为老人们都会玩麻洋 而他们会影响 穆的东西我就把它打理好了 以前很多服装 很多化那些东西 我就把它收起来了 好了之后我就去办了 楼下那两个石头 那个人没有发觉是什么东西来的 我知道是什么东西 它是有花啊有鸟啊有树啊 我就看很多石头不知道那些是什么东西 因为它全部是画画 没有人注意到 没有人欣赏的 只有我欣赏的 事实上可能对于我们来讲 具有最大意义的是其中的一个验诈 那这个验诈是1927年 实业有限公司成立的时候 刻的一个验诈 而这个验诈一直到今天 还能够非常清晰的打出 实业有限公司的刚印 所以历史一直到今天 还能够非常清晰的再现 好想有活生生的生命 好想有活生生的生命 所以我们被创意 那我们被创意 那我们应该得到 ï know the dignitaries have been through that and I thought maybe we should look at the skeleton of the building in other words let's see what's inside to the time so that's why you see the samsa lady in particular because she is our first generation of builders with her pulling the walls 所以那是非常感兴趣 因此我们可以开始训练 每个人我们感觉 都会比较选择 为修改,我们必须取账资金 账资金是账资金 在10-20年之后 所以我们必须得有些账资金 来账资金 所以现在是一个不选择 我们必须账资金 能谈到最后一种独立 嫌疑你想想想想想要求 你需要带他 有更多的工作 是一种能量的实力 我认为麻烦的大 Bahad we have principles about education we have thought about art we have thought about arts some people talk about what do you call that one of the musical instrument we have philanthropist Dato told last week he spoke about 这是一个庄牧场的庄牧场 这是一个庄牧场的庄牧场 所以它是教育的 教育的 教育的 有时候在英语 有时候在中国 我们不必须解决定 它必须在 Mandarin 还是英语 你能不能够解决定 你能够解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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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我叫做一些决定 我感觉很远处 帮助这部队 我一个庄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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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很正常的地方 它是一个庄牧场 你能够解决定 当我打开我们的窗 一眼望出去 好像是从一个百年前的时空中 望到一个现代社会的情景 当我冲一杯咖啡 我们无如保留下来的 几十年历史的咖啡杯 可是开水冲下去 却是现代社会的咖啡箱 它是非常不一样的匹配 Wins figure 可能有某种形式的练习 有某些练习 某些练习 无论的练习 练习 练习 我想每一个休闲场所 都有它自己的定位和特色 那今天它也是一个高雅文化 五高雅文化的代名词 它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领域 我们必须获得更多的练习 更多练习的练习 练习的练习 所以它也有一个地方 他们能够认识他们的父亲和朋友 为练习的练习 我最喜欢的关系的关系 是这种感觉的 那种感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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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建筑从外面的 那种感觉 有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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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你看 URA的人 看这些东西 哇这个美啊 那个美啊 我听了都是父母 对不对 所以我管理这些人 这是很好的 在这边啊 老板啊 跟什么人都很好啊 像我这一家人家 我希望未来 这个通过这个 乌鲁文化讲座系列 每一位名家不同的主题 在发现文化的过程中 让整个社会有一个印象 古鲁两个字 是高雅文化的代名词 工作对于我来说 一个地方的工作内容 或者是这个环境的气场 它的流运 它的历史 它的现在 与个人自己的心性 能够有一个非常有机的融合 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这是一件幸福的工作 有一个印象 的事情 是十一大天的事情 是十一大天的事情 里面是十一大天的事情 这有三天的事情 是十一大天的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